如果把荡量5万的沙皇擦泡放进枯井中 会产生怎样的视觉效果 这次小哥为了检测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 特意借了王叔家废弃的枯井 为了安全 他们再次用到上次的防护用品以及灭火器 所以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 首先是正常的擦泡 点燃后快速放入 再盖上泡沫盖 声音不错 但冲击力很弱 第二个是B200 点燃后快速放入 这一个明显比第一个强 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 第三个是K999 俗称红辣椒 赶紧点燃放入 泡沫盖都被掀飞了 而且后镜也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 接下来是沙皇16 论强度 他得拍在小男孩前面 随后小哥引燃放入 哎呀 不愧是沙皇家族 这泡沫盖都给炸成两半 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 终于轮到小男孩 小哥点燃扔进裤井 光凭这烟圈 小男孩的威名 你当得起 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 很明显 有几波冲击力涌出裤井 很强劲 终于到了重量级擦泡 沙皇一万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小哥决定远程点个火 在把沙皇一万放进去后 小哥换了一个硬纸壳盖 便撤退到安全距离 接着拉动了引线 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 纸壳盖 稍微有破损 但还是完整的 接下来就沙皇擦泡 五万 小哥本想用五十万的 不过回忆起上次的车子 和王叔皮带的 蹲蹲叫回 小哥觉得五万就可以了 在躲到安全距离后 小哥开始了倒数 就冲这场面 谁能在评论区 来脸具注注信 好 我们先看个慢镜头 五万的冲击波 就如此强劲 小哥其实很想来个五十万 但王叔的皮带是真不允许啊